現在男子單打進行到第二局 那現在比賽的現場還是由我 大通高中語球隊老師蕭博人來做現場球評的工作 蕭博人在開局還是沒有很穩定 現在是1比0的落後 一個反拍的過度並沒有控制得很好 很可惜齁 再往前還是得不到優勢齁 那蕭博人在這個時候應該是不用太多的手法 因為打手法球手腕的一個變化 並不是他打球應該有的一個水準跟特色 他應該發揮他一個 殺球上網強網的一個習慣打法 來作為他取分的一個關鍵的一個特色 打法可以再直接一點 然後簡單一點 然後俐落一點 好可惜 哎呀可惜 這一個球啊 沒有 把球啊 送到後場去齁 在半場呢 就被對方攔截掉了 其實蕭博人在這一個半場 也就是說換場之後呢 並不用去太多顧慮他整個一個用力 使力的一個問題齁 因為他這邊的場區是屬於 比較屬於逆風的齁 那如果不管是在加速啊 後場的一個推擠啊 的速度上都可以盡情的去使用力量 盡情的去使用力量 呃 這個球殺得非常的聰明 對盆以為切軒衣又要往兩邊去做一個重扣了 但是球卻是往近身 往身體的方向去走 所以造成對盆一個防守的一個初拍的失誤 好球 對啦 就是要耐心一點的一些打法出現 今天確信義的打法 心態上略顯急躁 大概是急於把這一個工作任務 把它完成達到預期的目標 那我相信在第一點混合雙島 我們取得勝利的時候 心情上應該是非常非常的 求勝意志是非常的高 可惜啊 但是有時候反而求好心切 求好心切啊 反而會阻礙自己應該正常的一些發揮 那這個時候呢 心態要稍微再調適一下 不要把自己啊 的一個背負著要贏球的壓力 一直把他帶到球場上去 又是一個防守的失誤 其實團體賽跟個人賽的一個心境上啊 差別是非常多的 差別是非常多的 所以啊 在團體賽呢 一般我們在打團體賽來講的話 是比較需要很穩定的老將 來支撐這個團體賽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點的混合雙打的時候呢 在隊裡面 在我們中華代表隊裡面 屬於老將級的 雖然不是年紀很大啦 但屬於老將級的陳鴻林 帶著王佩龍來首次組合 就這樣的一個經驗 這樣一個成熟的一個心態 來擊敗 擊敗當今火熱的 世界冠軍的一個混雙的組合 振波跟馬進 前場上的一個放網啊 出手發力啊 隱密性不夠 所以就被對方做一個很精準的判斷 在台球剛過網的時候 就被對方撲下來 那現場啊 競爭的相當激烈 所以流汗啊 也非常多 那現場 那個 比賽的選手啊 也一直要求齁 呃 工作人員呢 要在地盤上啊 做汗水的一個擦拭齁 那才不會影響他們在球場上移動的一個能力 好 出界了 出界了 目前分數呢 4比9 薛仙雅落後5分 但是這5分呢 以心智來講 其實不算多啦 而且這才是第二局的一個上半段的一個比賽而已 那 那 修仙雅呢 應該一分一分拿 一分一分拿 喔 5分啊 並不代表啊 就是永遠都一直落後5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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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тров宇鵬的一個啓動 我想 學寫雲應該是用這樣的打法 簡單俐落乾脆 喔 嗯 這樣的球對他來講 在今天的穩定性上才會比較有幫助一點 界外球又同樣的一個位置 同樣的一個位置 讓杜宇鵬起跳的一個點殺失誤 我想對鵬如果說 在以這兩分來看的話 他的四號位置 也就是說他左後方的位置 威脅度並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 薛仙鵬應該多多利用這個位置的一個 一個打法 來做自己取分的一個主要戰術條件 來回的拍數非常多 好球一個對角線的一個 右前方的一個點 一個點切殺球 快速的將球 打到對方的場區裡面 目前9比9 五分不算多 現在都已經追上了 所以薛仙鵬要更有耐心一點 一分一分的拿 哎呀可惜啊 這個發力啊 這個發力啊沒有控制好 球 掉到網子底下去了 10比9 沒有關係 薛仙鵬這個時候 應該不要太 有太多的奧馬 應該趕快再回神 趕快再精神集中一下 好好的準備下一球 好好的 可惜啊 預測防守 預測錯誤了 要不然這個球啊 挑得非常好 好 好 現在進行到第二局的下半段 目前薛仙玉9比11落後2分 那剛才